刘雨昕 李宗盛 李宗盛 刘雨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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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叫龙丽萍 刚才已经说过了 其实我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罗三醉》 《罗三醉》呢 就是最偏执 最折腾 最自虐 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也可以说叫 偏执狂的不服故事 我们先从一段视频开始今天的分享 视频中的美丽湖区就是我的理想之地 陆湖 对于一个没有去过那里的人来说 其实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水城 就坐落在城市的宗族县天府大道旁边 它就位于天府大道的核心的位置 十年前我和我的团队开始了这个项目漫长的征途 那一年呢 我的小女儿出生还不到一岁 所以呢 在我的心目中 陆湖和我的女儿雪儿就像一对双胞胎的孩子 她们慢慢地成长 这十年呢 其实是过得很慢的十年 到现在 我的女儿其实也是一个很仔细的小姑娘 而陆湖的理想呢 也只实现了很少的一部分 但是有时候猛一回头呢 也觉得这个时光过得悲快的 因为我们女儿她变得很独立 这个夏天离开我们到英国去读书了 而陆湖呢 也变得叫做民生远扬 以她的美丽 征服了挑剔的业界 也迎来了很众多的追随者 那么 很多人就会说 其实你们陆湖就是一个地产项目 你们所做的事儿也就是一个开发商的行为嘛 说实话很遗憾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开发商就变成了一个让人尴尬的一个称谓 我的很多客人他们在赞叹陆湖的时候 他们最喜欢说的话是什么呢 说 哇 你们做的事儿完全不像一个开发商啊 那个 确实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 祝福不是一个寻常的项目 在它的背后 深藏着一个千年水城的旧梦 还有在成都人骨子里面 临水而居的梦想 这些照片呢 是来自于一个专门拍摄老成都的自由摄影师 叫周小华老师 他们记录了八十年代的老成都 像富兰河 望江楼 还有河江亭 我83年到85年的时候 曾经在西南建筑社区院工作了两年 那个时候呢 其实在河边的柳树下面 总能看到很多在一对对相依相畏的恋人 其实回想起来呢 八十年代的水质也并不是那么好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看见 有小孩在里面吸水啊 游泳啊 也没有看见有人在里面讨米啊 洗衣服啊 但这种情况呢 其实对于六七十年代的老成都人来说 其实它是见惯不惊的 而对于他们告诉我的传说说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人们还用那个井浆水来泡茶 这个可能现在听起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我们如果再往前追溯 大家都知道成都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因水而生 因水而新的一个城市 它的漫长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 在辽阔西部的那些永雪 它们汇聚成了奔腾的名江 然后到达这个礼宾父子留给我们的千古遗产都江宴 这个时候呢它被驯服 被分流成无计其数的支流和灌开去 整个滋润了整个成都平原 就是说也造就了天府之国的美誉 所以这张图非常典型地看得到这样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图景 我们也常说八山属水 其实呢重庆就在嘉宁江和长江边上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说重庆 反而把这个水的魂赋予了这个属地呢 其实呢仔细想来 就恰恰是因为这成都的水啊 它其实是被驯服的 然后可以与人们亲密互动的清澈的水 是渗透在成都人骨子里面的温润之水 这张图片呢是水晶坊尖道的一个龚阿姨她画的 这个呢其实是存在她回忆中的记忆中的 这个被水环绕的老成都 而其实被非常残酷的现实是什么呢 从八十年代开始成都的河流就开始淤塞 然后呢被污染 而城市的道路呢也开始给水网争夺空间 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 据记载成都的古桥多达192座 而现在呢可能我们的小孩可能心目中的桥 就只剩下那些高架桥了 这个呢是城市野蛮生长的一个代价 所以说呢当我们终于认识到 其实我们丢掉的这些东西多么可惜的时候 其实呢新一轮的治水就变成了成都发展的一个主线 二十多年来我们投了很多的钱去治水 然后呢希望能够密布我们的过时 但是其实呢我们根本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再有机会重建老城中心的水网 而且更难回到数十年前人与水之间 亲密无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对于像龚阿姨这样的这些 许多老成都人来说那些其日的美景啊 就肯定只能变成一个旧梦了 今天呢我在这儿谈那个福的故事 讲述一个水城的理想 上面所说的东西呢其实才是一切的缘起 我们路福呢其实想做的事呢看起来是一种开创 其实是一种回归 我们本身来说的目的呢是要重构城市和水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把这个临水而居的生活方式重新还给人们 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呢其实它背后是隐藏着两个主题 就是说第一怎么把水还给城市 第二呢水怎么还给人 那么我们在是相信的就是说作为城市和水的关系 并不是被生硬地塑造出来的 所以说呢当十年前我们第一次面对这片土地的时候 其实呢这个我认为路福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是在成都平原和那个龙泉山渔脉交汇的 这片浅秋的地形 所以对这片很独特的地貌呢 我们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 用这种大刀阔斧的去做一个切锅 而是呢就是说小心翼翼去研究在这里面究竟运藏了什么样的机会 在这个地形里面呢它有着15到20米的一个高差 其实这恰恰是呢非常容易创造出建筑和水之间 非常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地貌 而且我们仔细去研究了这个场地里面的等高线 那么我们就从中发现了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基地结构 那就是在我们场地的这个西侧的区域 它的那个谷地啊是分布非常均匀的 它那个有点像三幅状的那种形状 它整个贯穿南北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在场地的西侧构筑很低矮的水坝 就可以形成非常漂亮的这种三幅状的水系 当然呢其实作为一个水网是不太理想的 我们为了构建一个理想的水网 我们又做了一些地形改造 那对于场地的西侧呢 其实它并不适合于蓄水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生态公园 这样来说我们就形成了左边是湖 右边是公园的这样一个 两片生态的绿废 然后呢我们在这基础上再去选择 把这些道路的路网把它轻轻地放置上去 这样来在道路和那个水系绿地之间 那么我们那些承担着不同城市功能的建筑就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 这样来说我们就把构成了这个城市和水之间 相互咬活 亲密物间的关系 我们这也是一个混合的规划 里面其实除了居住 还有办公 商业 还有各种各样 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所想到的所有的功能 所以说刚才在说那个 刚才那位很帅的老外帅哥 说他骑自营车绿色环保 在我们这儿也可以坐 不是骑自营车 骑自营车也可以 我们也有完全的绿道 但是你还可以更酷地划船去上班 你甚至还可以游泳去上班 当然呢对我们下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的水源在哪里 这条婉延的南线呢 就是那个我们的水源 它是来自于都江堰的老南干渠 在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疲惫的行程以后 它的水质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水质呢 是国家的五类水的标准 它其实作为农业灌开始没有问题 而且它还没有工业污染 但是呢 其实根本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水质 开句玩笑话 就是说你要真正走投无路 可能也不愿意跳到这里面去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说如果要把水还给人们 其实呢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些 引流的野水把它驯化成 就是说可以让人亲近的 我们愿意参与的水 是我们看见它就愿意跳进去的水 那这个我们就从2007年开始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是 方便的全世界去寻找这种 治水的资源和方法 像这种什么化学治理啊 流动水系啊 实地系统啊 其实这些方法 其实它对路夫来说 都有一些局限性 所以说我们最后呢 后来几经周折 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中科院南京浮河研究所的刘正文教授 他呢是中国在浮河治理的这样一个权威专家 那个时候呢他正在惠州西湖做那个水质修复试验 我们就专程去拜访他 从他那儿来 其实我们就了解到他非常独特的治水方式 那就是什么呢 把那个江那个水草啊 还有鱼虾被内啊 通过一个科学的培育 然后建立起一个动态平衡的水生态系统 这样让浮水变成致敬 其实就是在水里面重建一个生态的系统 就像陆地的森林系统一样 它可能有植物也有动物 然后所有东西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链 而且呢他还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充满哲学意味的道理 是说我们以前老时候叫活水 他告诉我说 其实那活水啊并不是意味着叫流动的水 而是说它是具有生命力的鲜河清澈的水 这个才叫活水 这个呢就是惠州西湖在治理前后的照片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认定呢 这个肯定是适合陆浮的方式 于是呢我们就开始跟南京中科和那个刘教授进行合作 但其实在当时也是一场历险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们在那做试验的治理的范围 就只有几十某地 抬不到我们整个陆浮规划水域的5% 而且呢我们是要从一片陆地开始的一个零起点的一个构造 那么2011年呢我们的那个陆浮开始蓄水 那么经过五年的这个观测 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 我们的水的生态系统是成功地构建了 我们是国内第一个由陆地的生态系统转变为无泼生态系统的大型人工服 那在而且还因为这个来获得两项国家专利 而且是我们和南京中科一起获得的 那么后来呢成都像景城福啊 还有这个在新农福的治理 其实他们都学习了我们的成功经验 而且他们那个南京中科有个中科水的工程公司 因此得了很多的生意 这个呢照片呢是我们二期浮面 就是说去年底开始建造 六月份的时候就正好在里面植草 有点像茶羊吧 这一次呢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已经完全掌握这套技术 它到了11月份我们这个浮水就可以正式投入使用了 你们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浮水的质量情况怎么样 从那个2014年以来 我们的浮水的质量长期保持在国家的二类水的标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就是我们的饮用水的优质水源的这样一个标准 那么在我们周边可以看到的一些湖泊里面 只有那个黑龙潭水库 它是作为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地 除了这个之外 剩下的都没有这样好的水质 这里面的小动物啊 还有包括那只20斤中的大鲑鱼 都是我们陆府的居民 这个鲫鱼的那个帅哥 是我们这个负责水环境部门的负责人 他呢是清华毕业 然后又到加拿大去留学 他现在可以说是全成都学历最高的水产养殖妇了 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会开放互分水域 然后孩子们只要穿上救世衣 他们就可以在水里面去游泳 还可以参与各种的水上活动 这种场景呢 就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水沉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 轻松 自然 但其实呢这个过程是充满了那个艰难和曲折 2011年天府新区开始筹建 这就是国家级的一个战略开发项目 那么按照新的规划 天府大道 它要作为连接老城和那个天府新区核心功能的 这样一个城市中注线 就会向南延展 从陆府的正中直接跨越 这当然肯定带来我们这个区价值的很大的提升 但其实对我们的就意味着什么 所有的规划要从头再来 我们在这个新的规划思路里面 在政府的想的规划思路里面 他们不仅要将天府大道 鼻子地就是贯穿下去 而且呢会把这些像豆腐块一样的翻个路 又压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就是原生地貌之上 这种情形其实可以想象的 我们所有的这些原生的地形形态都会被抹平 而且我们的福系大多数都互负存在 所以呢我们到2012年开始 其实我们就陷入了给那个政府很漫长的一个探讨研究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非常长了 比较麻烦 就是说我也没办法简单说清楚 那么简单说来就是说 我们仔细去梳理了那个城市的 它的需要的交通和它的地形的关系 我们认为呢作为规划完全可以在尊重原生地貌的情况下 再与周边的城市路网进行无缝的对接 而且我们还提出一个更有意思的想法 在面对他们的新的一些规划思路 那就说我们想把那个陆浮的水啊 再引到这个天府大的宗族线去 让水和这个宗族线更紧密地互动起来 那么在此基础上呢 我们想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的水城 那让这个宗族线真的变得绚丽多彩 成为像宽折巷子啊 大磁士片区这样 就是说可以比美的这样一个城市的这个形象名片 其实正是这样一个想法最终打动了政府 所以说使得我们的整个的生态规划的思路 还有我们这个规划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它的生态水系 得到了完整的保留 从这件事情你们可以看出我为什么叫楼山坠了吧 就是说这种偏执折腾自虐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种毫无理由的妥协 我觉得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缺憾 今年呢这个天府新区已经通过了最新的陆府的控规 那么我们的理想水深就可以重新启航 所以说明天我们就刚好我们新的产品就开卖了 我们有两年的时间没有新产品出来 就是因为以前规划扯了半天 我们以前卖都是很早的产品 那我们未来呢需要可能花二十年 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实现建设这个梦想 那么我相信呢对于这个跨越当下 面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宏大的一个水城 一定会给这座城市 还有呢居住在这座城市里面的人 带来永恒的价值 让成都重续千年水城的理想和骄傲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其实非常让人遗憾的是 我们在童年时候生活的很多场景 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么对于我的小女儿雪儿来说 她呢虽然到国外去读书 但我相信陆府永远是她出发的起点 是她永远的家园 这个呢就是今天我想在这里 带给大家分享的启示 就是叫尊重自然 传承历史 一座好的城市 不仅应该就是在当下 带给我们全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且还应该造福我们的后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